拒絕盲目跟從 堅持聖經公義 這裡是 門徒公義 甚至我會覺得 教會的世代交替 對於 教會改革來說 甚至增添了 難度在這裏 對於改革派信徒來說 這樣就很灰 我自己的看法 我覺得就是 不要看今天 教會是哪位主席 如果我們 是推行教會改革 我們要看今天 哪位主席的時候 我覺得 不要改革了 因為坐在那個位置的人 一定是 以教會發展的利益 為最大的考慮 我相信 所以我們 作為改革派信徒 其實 不應該看 究竟誰坐在這個位置 反而應該就是 盡量做好我們自己 我覺得 這樣就已經是最足夠了 因為 我發覺今天 其實號稱 推動教會改革的基督徒 其實 自己的部分 都沒有做好 我想說 所以今天也藉著這個節目 尤吳祝光牧師的安息 分析這個教會的世代交替 也都向改革派的信徒 做以上的呼籲 希望大家能夠勇敢些 做好自己的本分 不要想究竟現在 教會上 誰坐在主任的位置 或者誰當權 不要想這些 只想想 如果你真的覺得 教會真的需要改革 希望中了分離的時候 你盡量做好自己 做好自己就可以了 拒絕盲目跟從 堅持聖經公義 這裡是 門徒公義 你們 有請 裏面 裡 你是 擁有 先 這 是 這些 不是 是 不 有 這 說 授